他醒覺就說他要留在社民連 他唯一醒覺的事情 社民連就會繼續 就是政黨化 但是據說政黨化 第一個頭炮就是不准說髒話 這個是社民連開始修正他們以前的風格 社民連主席陶軍俠就說 他們要黨員說少些髒話 就吸納中產和女性的選票 你覺得行不行呢 昨天我跟阿譚…